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享的主题是 直接跳动MapReduce到Spark的一个平花迁移实践 然后本次分享的内容主要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背景介绍 第二部分是整体方案 第三部分是问题解决 第四部分是收益统计 然后首先是第一部分背景介绍 我们会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Spark MapReduce这些作业数量的变化 就是整体我们迁移的背景 还有迁移收的难点 第一个是首先我们看一下 就是在自己跳动 办事作业各个类型的数量的现状 还有它的变化趋势 我这边拉了那个差不多有近一年的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年里边 Spark的作业数量是有一个暴涨的 从100万涨到了150万 这个都是天级的数据 然后FlinkBatch从20万涨到了25万 也有5万的增长 然后MapReduce是处于一个缓慢下降的状态 差不多在一年的时间里面从1.4万降到了1万 然后MapReduce作为一个我们历史悠久的一个P处理框架 然后它本身在Z条Done也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历史使命 就基于这样的一个数字 然后我们决定开始去把整个Z条Done的MapReduce 全部都下线下掉 然后如果我们要开始下线的话 就需要考虑这个作业的这个业务方和维护方式 左边的这个丙图是我去拉的这个作业的这个业务方的统计 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这种业务线的一个分量 我是按照就是MapReduce它具体的业务逻辑去做了一个分类 占比最大的是Huddle Streaming 然后它有差不多45% 然后第二是Dread 24% 第三是Discopy 然后大概是22%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Discopy和Huddle Streaming 其实是完全没有按照业务线去区分的 这是两个最大类型的作业 然后其他的Others有HBase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自定义逻辑 然后差不多加一起占比8% 在右边的话是我们的维护方式的一个并图 最大的是Others 然后竟然有60%多的比例是Others 然后这个Other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不是被我们Z条Done 内部任何一个平台去管理的作业 而这个也非常符合MapReduce的特点 就是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框架 然后很多的MapReduce作业 它在开始上线的时候 甚至这些平台都还没有出现 然后它们大部分都是从用户自己去管理的一些容器 或者是可以连到线上的物理机去提交的 就是基于这两 刚刚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些数据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 要去推动MapReduce千Eat Spark的话 存在很多的问题 存在很多的难点 第一个呢就是 就是这个数量 那个太少了 然后我们除了就是这个数量之外 然后还有就是 为什么要迁移这个Spark呢 还有第一个就是 MapReduce它的运行模式是一个Task 对应一个Container 然后对于YAR来说 这样的运行模式是没有问题的 YAR的这个吞吐是非常高的 然后但是我们现在最站内做了一个K8S进行的前移 就这种运行模式 对于K8S进行的吞吐要求非常高 因为Spark它在申请到一个Container之后 Spark框架本身会把这个 不断地把Task调度到Executor上 但是MapReduce每个Task 都会去申请一个新的Container 然后我们在线上经常会出现 这个K8SAPI Server的报警 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MapReduceTask 它一上来就找K8S 我要一万个两万个Pod 然后这个K8SPod 在API Server直接就报警了 这个会影响K8S进行的稳定性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线上发现 就是MapReduce整体的这个Sharp性能非常差 然后我们现在站内用的这个MapReduce 它的版本是一个 是基于Hadoop 2.6的一个版本 然后它依赖的那个Net这个网络框架呢 应该是大概也是十年前的一个框架了 然后比现在的Net要差很多个大的版本 然后我们发现它性能差的话 就是会在物理机上创建非常非常多的网络链接 然后会直接影响物理机的稳定性 第三个是就是从我们开发工程师的角度上去考虑 我们站内有很多很多的横向的改造项目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这个K8S的改造 然后还有IPv6的改造 这些改造它的付出的成本跟Spark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MapReduce现在只有Spark的1% 就是所有改造的ROI都非常非常低 然后我们为了维护这个MapReduce作业 除了MapReduce本身之外 还有一些HT Server 然后还有Shuffle Service这样的运维 这些都会花费大量的精力 所以我们要去推动这个迁移 然后下面是这个升级Spark的一个难点 就是首先是存量任务的比例虽然很低 大家可以看到可能现在只有一万多的数量每天 但是这个绝对值依然很大 你不可能通过找一两个业务方 然后去说服他 你去帮我去做这个迁移吧 尤其是这里面大部分都是运行很久的任务 可能运行了四五年 然后用户的配合预运很低 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可行性上 大概有一半的作业都是Hardware Streaming作业 然后这些作业呢 它使用了这个Spark本身支持的 不是非常好的一些脚本 我们做个调研 其中有Shell脚本Python 然后甚至还有CIA家去写的一些程序 去处理这些数据 然后虽然Spark有一个Pipe算子 但是这个迁移是还是需要用户去做很多很多修改的 然后这个是可行性上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即便是有用户他愿意去做这个迁移 然后还会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 比如说我原来用的时候 我有一些counter 对 因为作业运行结束之后 我会通过API去访问这些counter 然后去做一些数据核算 或者是做一些信息的统计 然后我所有的迁移 我都要去考虑这些我的MapReduce的参数 是不是要对应的去转化成Spark的参数 然后在MapReduce的这些Hardware Streaming脚本运行的时候 又有很多的环境变量 就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些工作 如果我们丢个用户去做的话 用户的配合意愿就更低了 对 这个是我们在升级的时候 就提前预见到的一些难点 下面我会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整体升级的一个方案 然后在做升级之前 然后基于刚刚我提到的那些现状和难点 然后我们在升级之前就设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说避免用户去进行代码级别的改造 就是完全用户不需要去动 然后让他去只需要加一些作业参数 就能完成这个升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各种类型的作业都有 尤其是最大的可能是Hardware Streaming和DistCopy 然后还有就有一些用户 他是自己去打的这种加包这种作业 Hardware Streaming呢 是用的MapReduce的旧API 然后DistCopy是用的新API 就意味着说我们的这个升级方案 需要支持各种各样的情况 然后这个是我们整体的 对这个方案的一个拆解 我们把它分成了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计算过程的适配 然后主要是对齐MapReduce的计算逻辑 和Spark的计算逻辑 第二部分是配置的适配 就是说帮助用户去自动地完成 MapReduce参数到Spark参数的转换 第三步是提交段的适配 这个是真正的就是平滑前移的一个点吧 就是用户他甚至不需要去修改他的 提交的命令和脚本 然后就可以完成从MapReduce升级到Spark 第四步是一个配合的一个工具 帮助用户去做这个数据正确性的教验 下面我会一个一个说 首先说那个计算过程适配 然后刚刚李港老师也说了 就是这个是我找了最开始Google那篇论文 一个经典的MapReduce过程分五步 第一步是处理input的数据 然后把它去做切分 第二步是运行用户提供的Map代码 第三步是做Shuffle 第四步是运行用户提供的Reduce代码 第五步是去把这个Reduce代码处理的结果 写到HDFS文件系统里面来 然后这个是一个经典的MapReduce过程 然后实际上呢 MapReduce还有一个应用很广的一个玩法 就是MapOnly 就是没有下边三步 没有下边中间的两步 就是input然后runMap 然后直接就output了 就是熟悉Spark的同学 其实是可以知道的 就是MapReduce它这个功能 可以理解成是Spark的一个子集 甚至说它都不是一个子集 它就是一个特定逻辑的一个 计算过程的一个Spark任务 然后我在这边贴了一个尾代码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 这个一共五行尾代码 完美地对应了前边的 整个的MapReduce的过程 第一步是我去创建一个HadoopRDD 这个因为HadoopRDD本身依赖的就是 Hadoop自己的那些 input format的那些代码 所以这个是完全适配的 然后第二步呢 是我调用了Spark的Map算子 然后在Spark的Map算子里边 去调用用户的Map函数 第三步 这一步理论上来说是有优化空间的 但是为了这个迁移的普世性 我们这边就统一地用了这个 repartition and sort within partitions 然后这个是完全地对应了 MapReduce里面的shuffle过程 第四步我们还是用了Map算子 但是里面执行的是用户提供的Reduce代码 第五步是 Save asHadoopFile 然后这个对应的是MapReduce里面 最后存储的过程 然后有的同学看到之后 看到刚刚这个违代码就觉得 好像这个迁移工作并不是很复杂 这个Spark本身支持的功能就很多 我就照着这个逻辑去写就OK了 而刚刚说的这个其实就是 大部分的用户自己去做 这个MapReduce到Spark迁移的步骤 就是他如果 他如果 他如果愿意 自己去改造 然后去写这样的一个Spark作业的话 按照这个步骤去搞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们的目标实际上是用户的代码完全不变 然后 我们就对这个MapReduce框架和Spark框架 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 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两边的框图 首先最下边一层都是相同的 就是依赖的是资源调度器 然后比如说样或者KPS 然后上面一层是功能相同或者接近 但是实现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在MapReduce里面 它的名字叫做Input Format 它的Output Format 然后在Spark里面它叫做HadoopRDD Save as HadoopFile 然后在MapReduce里面 它有一个技术器叫做Counter 在Spark里面它有一个技术器叫做Accumulator 对 包括像Shuffle 资源调度 History 然后这个推测执行 这些功能都是对齐的 然后但是它们的实现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把MapReduce里面的这些实现 替换成Spark的实现 然后我们还要刚刚提到的目标里面 还有一个事情是最上层 就是用户粉色的这一部分是完全不变的 那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粉色是没有办法直接运行在 Spark的这个底座上面的 然后计算机科学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说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一个中间层来解决 对我们就也是这个项目的核心啊 就是我们去增加了这样一个中间层 去适配用户的代码和Spark的这个这些计算的接口 我们用MapRunner ReduceRunner去适配 Hadoop里面的Mapper的这个方法和Reducer的方法 让这个Spark的Map算子可以运行Mapper和Reducer 然后我们通过Counter的Adapter去适配用户的这个Counter的调用行为 当用户去通过Counter的接口去increase一个数字的时候 我们这个CounterAdapter会把它转化成为对Spark的Accumulator的调用 然后Configuration我们有对应的CounterTranslator 就是说在提交任务的时候 用户生成了一个Hadoop的Configuration 然后我们会用这个Translator把它翻译成对应的 需要的话去把它翻译成对应的Spark的参数 对 这个就是整个的计算过程的适配 就是有了这个适配之后呢 我们整体上的逻辑就可以直接用一个Spark的作业去跑用户的代码了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配置的适配 我们把配置分成了三类 需要翻译的配置 然后直接透传的配置 还有需要忽略的配置 第一部分就是我右边的这个表格 这个是需要翻译的配置 其中有很多 然后我这边就不一一说了 就比如说作业资源类的参数 就是MemoryJuice它去 MemoryJuice和Spark都需要告诉资源框架 我需要什么样的continent来处理这些数据 然后MemoryJuice的参数是这样的 Spark的参数是这样的 我们在做这个提交的时候要完成一个就是参数的翻译 这里面还有环境变量上传文件 作业并化数 这些参数都是需要去做这种翻译的 然后第二种是直接透传的配置 就是因为Spark依赖了Hadoop里面非常非常多的类 就是这些类很多也是需要配置的 然后我们像这样这些类里面的配置 我们直接透传就好了 就是在翻译的时候 实际上只需要加一个Hadoop.Spark.这样的一个前锥就OK 第三类是需要忽略的配置 就是在MemoryJuice里面有的功能 然后在Spark里面没有 那这种就是你做翻译也没有任何价值 然后这种我们就把它放到用户手册里面 告诉用户这个功能不支持 然后这个就直接在翻译的时候就忽略掉了 然后这是第二部分就是配置的适配 然后第三部分是提交端的适配 这个就是为了让用户体验非常非常好 就是它的提交的脚本是完全不需要改的 它还是用Hadoop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提交作业 不需要去把它改成SparkSubmit 然后我们做了什么呢 就是在MemoryJuice提交的时候 去识别一个特定的参数或者欢迎面量 然后我们给这个Hadoop的MemoryJuice提交作业的时候 打了一个patch 就是它识别到这个参数和欢迎面量之后 会就对这个jobconf对象做一个配置的翻译 就是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功能 去做这个配置翻译 然后翻译完之后呢 会生成一个对应的Spark的提交命令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开一个紫禁城 去运行这个SparkSubmit的命令 然后那个MemoryJuice它本身有一个功能 就是Submit它的Monitor 就是通过不停的轮巡来 来感知这个作业的运行状态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紫禁城 就是这个Monitor的行为本身也就变成了 就是原来是它通过调用RM或者AM的接口 去查询某一个ApplicantID的状态 现在就变成了查询某这个紫禁城的状态 然后这个紫禁城跟它的复禁城 也就是Meproduce的提交禁城 之间也是互相通信的 就是它的standout和standerror 都是直接会打到这个复禁城的standout和standerror里面来 就是这是完成了现在这三步之后呢 就是用户的这个平滑迁移就基本上实现了 但是在这个用户上映之前 我们都会建议他们去做一个双跑的验证 这个双跑验证实际上就是大家应该都会做 但是我这边把它提出来 是因为我们在这踩了一个坑 就是针对不同的数据类型 要用两种比较方式 就是对于大部分的output format 是可以直接比较check sum的 就是我两边跑完之后 因为数据都一样 然后顺序也一样 文件大小check sum都是一样的 我直接比较check sum就OK了 对于少部分的output format 需要使用对应的input reader 逐行比较 因为有的input format 它生成的文件里面会包含 类似于时间戳 或者是一些用户 跟用户相关的一些信息 就是每一次运行 产出的文件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去比较的话 就需要生成对应的reader 然后一行一行地把它读出来 去做逐行的比较 OK 然后那个刚刚说的是 我们的整体的方案 part 3是这个 我们在实践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还有它的解决方案 那第一个是内存的设置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过 我们会对这个内存 去做一个平行的翻译 就比如说原来它的MapReduce 使用4G 然后把它转成Spark之后 也是使用4G 然后我们就发现 就是这样平行地去转 很多作业就会触发OM 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下来之后分析了一下 它的原因呢 是因为MapReduce和Spark 它的内存模型 不完全相同 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 在MapReduce里边 做ShuffleSpeed的空间 默认应该是256M 然后在Spark里边 实际上它有一个memory manager 它自己去管理这个内存 然后最大的话是 对内内存的60% 然后那个MapReduce Shuffle的时候的 这个网络协议 跟Spark也不一样 Spark会创建更多的并发 然后使用更多的内存 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给所有的这种 平行迁移的任务 统一设置了一个 Fraction等于0.4的 这样一个参数 去降低这个Shuffle Speed的时候使用的内存 然后我们还默认的 给每个 就给每call增加了 512兆的内存 然后就这个策略上显之后 所有的这种平行迁移的任务 OM的情况 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了 第二个是这个 并发度设置里边 并发度的设置 就是Spark作业是支持 一个container里面 跑很多个 同时跑很多个task的 然后有的用户 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Hudu Streaming作业 因为它这个脚本 是可以随便写的 然后玩的玩法 五花八门 它会在本地目录里边 去创建一个新的目录名 然后就是 这个目录名就会产生冲突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的 MaproJuice 刚刚我们提到过 就每一个task 它都会使用一个 全新的container 然后在Spark中 这个Executor是复用的 就是一个task结束之后 Spark会再调度 一个新的task 到这个Executor上面来 然后这个时候 它上一个task 产出的这些文件 就会保留在本地 然后会产 跟那个新的task 就会产生冲突 同时呢 就是因为Executor 支持运行多个task 然后这些多个task 同时运行的时候 也会产生 本地目录的这种冲突 就这个东西 这个问题 我们解决是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说 去增加了一个参数 去控制升级后的 这个Spark作业的 Executor的并发度 默认情况下 我们直接给用户 派成单call的Executor 也就是说 一个Executor 还是去跑一个任务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建议用户 去修改他的 这些逻辑 他通过那个 读取环境变量里边的taskID 就是他创建 本地目录的时候 不要创建一个 固定名称的本地目录 而是去创建一个 带taskID的本地目录 来避免目录的冲突 第三个问题 是类加载问题 就是很多的用户 尤其是架的任务 在升级之后 会出现类加载问题 这个问题的原因 根源是因为 Spark它的类加载器 class loader 是自己搞了一些 定制的这个class loader 它对于类的加载 分了两类 一类是framework的class loader 一类是user的class loader 然后这个里边 Hadoop本身是 Spark framework所依赖的类 然后它会使用 framework的class loader 来加载 同时呢 用户的这个类里面 也依赖了Hadoop 就有一部分依赖 是使用用户的 这个class loader 来加载的 然后就会出现 各种各样 五花八门的class 加载问题 然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 大部分情况下 然后统一地设置了一个 user class pass first的 这样的一个参数 就是默认地让 让这个spark作业 先去加载 用户的这个类 然后 当然还是会有一部分用户 设置这个参数之后出问题 本来没问题 设置这个参数之后出问题 就这样的用户 我们再让它去 手动去设置 然后false 这个是一个功能对齐的问题 就是 在这个mapreduce里面 有一些功能 在spark里面是没有的 就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 也确实有用户 很苦恼这个问题 就是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就是 在mapreduce里面 它是支持部分成功的 就我可以设置一个参数 只要不超过这个比例 就是task失败的这个比例 不超过这个值 整个drop就是成功的 但是在spark里面 没有这种东西 然后 怎么办呢 就是 这个也是 大部分情况下 用户 让用户自己去解决 然后 对于少部分情况 我们 比如说用户很明确 就是 它的上游会有 坏块 坏文件 然后我们有一些 spark其他参数 来避免这个任务失败 这个task timeID的问题 也是一个 本质上也是一个 对齐的问题 就是 有的用户 尤其是hardware streaming作业 它是依赖这个task timeID的 在spark里面 这个值是没有的 然后 我先说一下 这个tasktimeID 是什么东西 tasktimeID 是mapreduce里面 某一个task 重视的次数 然后 在spark里面 shuffle failure 会导致stage retry 就是 它不是task retry 它是stage retry 然后stage retry的时候 这个task的index 就会发生变化 然后它的 retry的次数 就是 没有办法 对应到 某一个partition id的 然后stage的context 是隔离的 你每次只能查到 当前stage的这个context 就没有一个 整体的某一个partition id的 重视次数 这个我们有一个 近似的解决方案 就是使用这个 spark task context里面 提供的另外一个 叫做time id的东西 这个time id 并不表示某一个 task重视的次数 它是一个全局 递增的正整数 然后它可以用于 区分不同的task 比如说用户 依赖这个task time id 是为了区分 不同的task 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值 比如说 为了生成一个 不冲突的目录 然后如果 用户的逻辑 真的是我要 知道某一个task的 重视次数 那这个值 也是没有办法 完全支持的 这个只能让用户 去修改逻辑 然后这里面 还有一些 其他的问题 我这边就 简要说了 问题一是 紫禁程 提交spark作业 刚刚我们提到了 我们为了 这个迁移的平滑 使用了紫禁程 去提交spark作业 然后用户的 提交侧的 container设置的 内存很少 然后多了一个进程 它就OM了 这个反而其实是 我们整个迁移过程中 遇到的最多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就是 它的 那个使用的 一个并行运行 多个task的时候呢 它task里面 又使用了一些单例的 比如说一个 RedisClient 然后这个时候 它发现它 不管并发运行 多少个task 速度都没有 任何的提升 就这种 就直接让它 fallback成 不要去并发task 就OK了 然后第三个 也是有用户提了 一些需求 我们暂时没有支持 就是 spark的这个resource profile 功能 其实是可以给多个stage 去设置不同的参数的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 MapReduce取的 就是它的最大值 比如说 它的Map阶段 可能没有什么 具体的数据处理的逻辑 只需要4G就OK了 但是它的Reduce 它处理的数量非常大 然后需要40G的内存 但是我们现在统一的都会 转成spark之后 会申请一个40G的execoder 来跑所有的MapReduce 然后Path是收益统计 就是我们通过 这个平滑迁移的方法 然后推动用户去做这个 从MapReduce升级到spark 然后我们是取得了 还算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柱状图 这个是我去查了 最近30天 这个所有的 做过这个迁移的 平均的MapReduce 申请的这个资源量 和spark申请资源量的对比 然后单位呢 是CPU的单位是 call乘以分钟 这个图里面是call乘以分钟 然后内存的单位是 gb乘以分钟 然后我们发现 就是在完成这个迁移之后 CPU每天少申请的量 是1.7万call每天 就是这个是平均值啊 平均值 对 然后比例的话是提升了60% 也就是说我用原来 只有40%的资源 就可以把这些任务全部跑完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内存 内存的这个收益相对要低一些 然后节省的量是 2万gb每天 然后比例是17% 好 下面是我这边做了一个 收益的解读 就是因为 就是我们这边是一个 平滑前移的方案 可能大部分的公司 走的路子都是 让用户自己去改代码 然后改代码的收益 应该是会更大的 然后我这边 给的这个收益解读是说 我们的升级收益 其实并不是来自于 四八个算子本身 大家都知道Spark是一个 更好地利用了 内存的这样的一个 精彩引擎 但是因为我们本次的 这个升级方案 实际上用户的处理逻辑 是完全没有变的 它跑的代码 还是MapOS的代码 如果是HUDOS Dreaming作业的话 它跑的代码 还是原来自己编的 那些脚本 然后 所以这个收益 并不来自于 Spark算子本身 然后这个收益 主要来自于 Supple阶段 就是Spark Shuffle 相比于MapOS Shuffle 从网络框架 到时间细节 都是要更好的 然后呢 我们团队 针对Spark Shuffle 也做了一些 深度的定制优化 然后更加地提升了 Shuffle的性能 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一下 我们团队的 关于Shuffle的一些分享 然后主要的收益 来自于Shuffle 就是Shuffle 提升了 这个作业的运行时间 我们所有的收益 并不来自于 利用率的提高 而来自于 时间的缩短 一个常见的 我去看了一些case 一个常见的 MapReduce任务 它的平均的 Map的时间 可能是 假设 比如说两分钟 然后它的Reduce时间 可能是五分钟 它的Shuffle时间 很多都会高于十分钟 然后升级完Spark之后 这个Shuffle时间 是可以直接降到零的 就是你觉得很吃惊 为什么可以是零 网络难道不需要开销吗 因为Spark的Shuffle 它是异步的Shuffle 就是我是可以 你这边 在另外一个县城里边 读数据 然后在主县城里边 去计算数据 在其他的县城里边 去读数据的 就是这个Block的时间 是可以小到毫秒级的 也是因为主要来自于Shuffle 所以Map-only作业的性能提升并不明显 因为Map-only作业不包含Shuffle过程 然后我们也确实观察到 就是所有的完成了剩级的Map-only作业 所有的Discopy的作业 它的资源申请量 都是90%到110%的浮动 没有什么变化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CPU的收益比内存收益要明显要高 为什么呢 因为CPU是完全的平行的迁移 但是内存不一样 内存首先一点就是Map和Reduce 我们取得是最大值 这里边就一定会有内存的浪费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为了避免平行迁移之后产生的OM问题 又统一地给内存增加了每call 512兆 所以整体算下来 内存申请量它是增加了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Shuffle阶段的这个收益 让作业的运行时间变短 整体的这个内存的收益依然是正的 OK 感谢大家 我的分享接触 好 感谢吴庸佳老师的精彩分享 跟我们分享了 怎么从MapReduce尽量地去 最小的成本去签到Spark市 然后我们现场还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问题 哪位现场可以用约的提问 因为您一直在提那个 可能前一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都是那个OM的问题 就是从Spark到那个 那个从MR到Spark一个突破过程中 然后您里边提到一个 为每个call增加了512内存 512为什么是这个数据 就是拍了 拍了什么 对 就是因为我们目标是说 去对齐这个 尽量地去对齐MapReduce 它的这个内存的模型 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说 首先它shuffle阶段 使用的内存应是更多的 然后对于大部分的任务来说 ecall对应的这个 就叫核存比对吧 一般是一比一比四到一比六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范围 又增加了512兆的内存 好的好的 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谢谢老师 来个人 这边 来个人 来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